根据你怎么使用这个系列 它可能成为迄今为止最有用的绘画教程 或者最没用的 跟村长爆画三 在前两期爆画中 和村民们锻炼了透视 人体 动态 动物 光影 构图各种绘画基本功 很多村民们爆画通关后 浑身酸爽 交传不断 涌现了一大批热爱缩写棒棒的小村民 村长甚是感动 经过前几轮投票 我们本期爆画也继续升级 三分钟超现实 动漫游戏电影角色速写 大部分角色 几乎不可能在三分钟内画完 所以本次的爆画要锻炼的就是 能不晚取舍 找到三分钟之内最完善的状态 不要被无关紧要的 睫毛鼻毛腿毛 这些细节干扰 提升工作效率 直觉 练习不仅瞬间抓住形态和比例 更要抓住一个角色的特征和感觉 这两个都是对艺术人 非常重要的进阶技能 本期每个数写之前 有十秒时间 供大家吸收参考图的 主要比例位置和特征 和策划绘画步骤 总时间虽然没有之前两期长 但对精力的消耗远超值钱 而且一般得combo几个 才会进入 的状态 咱们先干一瓶日加满 清空旁观 争取一次性爆化通关 Now 拿起身边任何纸 任何笔 不用纠结画什么 什么风 什么绘画 不会画 什么收藏退出 一气合成 收藏还是可以的 咱就五秒八枪开画 五四 三 二 1 0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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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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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